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攻打吕布的期间 他先挥师征眼周 征卖眼周之后 曹操又想回头去打吕布 他就跟底下的谋士商议 说 我现在带兵去攻打吕布 你们觉得如何 在那时候 曹操底下有个非常有见识的谋士 叫做循玉 循玉是曹操最信得过的人了 曹操还把自己女儿嫁给循玉的儿子 两人结为亲家 足以见得曹操对于循玉是非常器重 循玉就说 城下 我认为现在还不宜去攻打吕布 据我所知 我手下的探索得到消息 现在卖收季节 吕布已经把徐州城外所有卖的收割完毕 必运到城里 不止麦子运到城里 就连徐州城外所有的百姓都让他们搬到城里去了 现在徐州城外是一片空荡荡 什么都看不见 连个人影都没有 吕布这个招式叫做兼必亲也 这个招式就是专门对付我们 如果我们现在带兵去攻打吕布 虽然可以兵临城下 但是要强攻这座城池 攻不下来 既然攻不下来 我们就得在城外驻扎 但是我们长途跋涉 后方的攻击 攻击不到 徐州城外又什么都没有 这样只要吕布能够抵抗十天以上 我们就是不战自败 所以我认为现在还不宜去攻打吕布 就是徐玉这一番话 让曹操改变了心意 于是曹操就退兵了 不去攻打徐州了 而兼必亲也这个成语也这么流传下来 兼必呢就是加强城墙堡垒 亲也就是让徐州城外 所有的百姓所有粮食都收藏起来 那兼必亲也这个成语呢 就是指加强防御工程 并也转移粮食跟物资 让敌人既攻不进来 又抢不到任何东西 这是一种对抗优势之敌的作战方式 好 今天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